好,我们来同学请额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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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先生 大家好 阿弥陀佛 好,同学呢,就是我们在那么多堂课里面 就是从开始的时候呢,已经完成了 3堂敲3处,OK,然后过后呢,敲完3处 我们就过后呢,有做Lalarin,然后有做Spinning Chakra 然后有做Yoga,然后有做Flushing Meridian OK,5套,OK,Yoga1,2都做了,对不对 OK,Yoga2做了,6样已经完成了 6样,还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 还有第7样是什么来的 我讲漏了什么东西 第7样 那个讲了,Lalarin讲了 OK,好,没关系,大概 还有就是那个Flushing Meridian讲了 Flushing Meridian讲了 明白,精卖的 对对,还有按摩08点 对对,就7个项目已经讲完了 7个技巧,那么呢,可能有同学你会问 你说,哇,那么这个Chakra,这个都要Spin完吗 其实倒未必的 那么呢,今天呢,其实不需要所有的Chakra Spin到完 然后也不需要所有的Meridian都Flush到完的 因为你可以通过测试,知道哪一个强和哪一个弱 那么如何测试呢,就是目前这个工具 好,对时不来讲 那么呢,我的标准的重量呢 是6个KG 然后呢,是用左手 那么6个KG呢,左手的话 没有手机,我可以取得那么高 然后呢,如果有手机的话呢 OK,我就完全 都挤不起来了 好,那么呢,在这个前提底下 我就可以开始check我的7个Chakra 首先,第一 我把我的手放在我的顶轮 同学,我取得起来 啊,这个表示什么呢 我的顶轮是强大的 好,过后呢,我把手放在我们的眉心轮这边 可以轻轻碰着 或者靠近碰着 同学,我取得起来 表示呢,就是我的眉心轮也是强 就是说,你可以不用Spin它了 我放在我的喉咙那边 同学,看一下 好,我也取得起来 这表示我的喉咙够强 好,接着下来看了 所以我放在心轮这边 我再继续看 我也取得起来,看到吗 我的Chakra已经强到心轮了 好,接下来我放到太阳神经虫 太阳神经虫就是在我的胸部 还有,就是太阳神经虫 就在我的胸部跟肚脐症中央 和胃有关系的 所以我放一放,同学 我又可以取得起来了 好,接着下来呢,我就放了 去到,就是 就是那个 伸直,就是到大肠的部位 伸直轮的部位 那个部位呢,就是在我的肚脐啊 还有,就是伸直器官正中央 好,按你按我的位置 好,同学 我也可以取得起来 同学,这六个Chakra全部都强 好,最后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海底轮 海底轮呢,是在我们的肛门啊 和伸直器官的那个位置 因为现在没有人看得到 好,我们的手就是可以靠近那个位置 碰一碰 就是用手这样子碰一碰 同学看啊 我也可以取得起来 同学,我七个Chakra统统都强 看到吗?意思就是讲啊 我今天应该不用Spin Chakra打坐啊 我身体的脉轮是准备好了的 好,同学 请你现在一个个来test 看你需要那个弱的是那一个 你可以开始做测试了 先从顶轮开始 好,同学,如果不记得那个Chakra的位置呢 可以看这里的图片啊 好,来,给大家看啊 好,同学 这一个呢 是可以做自己也可以拿来做别人的 做完了的同学可以跟师傅报告 我报告,你哪一个轮比较弱 好,来 报告呢,一定要你的工具正确 才报告得到的 因为你的工具不正确啊 同学,你明白吗? 你工具不正确 你是没有办法做的,因为对你来讲啊 呃,强弱,你都举得起来 那么,怎么叫强,怎么叫弱 就没有意思了啊 所以你了解嘛 所以你的工具开通啊 我讲,哦,你的工具是对的 你的测试才对的 否则的话,你强 不强,你都可以取得起工具 你试不到的 知道吗 像静儒,你试不到的 你的工具已经失败了啦 师傅,我找到了 好,来,谢林先报告,谢林 来,那个Chakra比较弱 海底轮跟其轮 海底轮跟其轮 看到没有啊,海底轮跟其轮 很明确讲得出来的 来连评,你的工具是成功的 啊,师傅,我是从这个胃 然后到体轮 到这个海底轮 对,然后上半身 全部都强,对不对 好,来,工具成功的 来丙全,请报告一下 开麦啊 我是这个 胃这边的 啊,胃那边 胃那边是太阳神经 以及肚子这边的 这个比较刺力 啊,OK,好 就是其轮 其轮,就是那个什么 太阳神经中比较差啦 还有呢 还有就是腹部那个 啊,OK 就是再下来就是了 在那个肚脐啊 跟甚至器官的那个 其轮里边 对不对,是不是 啊,对 所以那边是跟大肠啊 肾上腺那边有关系的 还有呢 呃,这个算是这个是叫 圣植轮来的 啊,OK,好 然后呢,海底轮呢 都OK 都OK,意思说有两个轮比较弱啦 好,OK,好的 来,联香请报告一下联香 开麦啊 师傅,我 我chicca chakra都OK 啊,OK,非常好 看到没有啊 所以你个人不一样的 那你跟师傅一样咯 我们是chicca chakra都OK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不用spin啊 这可以直接打坐 就是它的轮的立场咯 所以你们啊,同学 你也不用所有的轮spin完它的 你可以试试看只是spin比较弱的轮 可以这样子做测试的 好,那其实同学因为啊 你们的工具啊 一般灵光 一般不灵光 所以呢,没关系 你不用报告 因为你东西都不准了 所以呢,这一点是师傅给你知道 哦,原来是这样子用的 可以了解吗 你先了解这样子用的工具 好,所以现在这样一个情形 好,那首先这个就是关于chicca spinning 好,所以呢,你可以只spin啊 需要spin的地方这样 好,所以呢,这个第一个你会用了 好,第二个呢,一样啊 也是这个工具必须先建设的前提 那我们呢,flush 14个meridian 对不对 好,同学我们看啊 到底哪个meridian你需要flush 那个你不需要flush 好,OK,那我们看一看了 同学看一下 好,首先呢,就是我们其实啊 今天还有学习新东西的 来,同学看一下 这个就是flushing meridian 我们叫做紧噪点 来,同学看一看 好,这个呢,是叫做紧噪点 从紧噪点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啊 到底是我们这个地方啊 强还是弱的部位 同学看到没有 我们flush meridian就是flush这一些了 好,OK好 好,来,同学比方是顺 你看啊,这个呢,是属于肚脉 对不对啊 同学看一下啊 好,那我是怎样子做的 好,来,同学看一看 那师傅的手啊 就放在这个肚脉 按照那个图 然后我一样我举起来 啊,我举的起来 就表示我的肚脉是通畅的 OK好 好,然后接着下来 我们再往下看啊 来,我做试验啊 同学看到任脉嘛 好,来,我做试验给大家看 好,任脉我按一按 再举起来 诶,我的任脉也是通的 好,OK好 好,如果一旦不通怎么办呢 来,我教大家这样子开 这个呢 它跟flushing meridian比起来 就容易很多 好,你们先看我做一次试验 我放大,我自己放大 好,同学的方法是这样的 我们把三个手指把它集合起来 OK好 然后呢,过后呢 我就放在这个地方 我先做试验 放一次,你们看 好过呢,它就这样子转 转一次,OK 再转两次 就可以了 哦,它这个方法是超简单的 所以呢,基本上呢 就是如果是你 它其实啊 你做这个的话 你就给你知道 哦,你那条经络是比较差劲的 好,来,同学 你可以开始进行试验 同学,如果你的那个不大灵光 对不对 你全部你都 你就开它了 好,就跟着这个图全部都开完它了 好,那么呢 你的那个啊 重量是灵光的 好,请你啊 就做试验 好,因为你必须要学习 好,就这样子 好,手按着 看久不久 找出,哦 我比较弱 这是哪一些 好,今天的课程要学这个 好,同学你可以开始进行了 你的工具不灵光 你就不做它了 直接你就跟着来 直接去开它了 因为你的不灵光的关系 好,连天你不灵光 那个工具你却不照做那连天 没关系 嗯,看到那点照暗 看到点照暗 慧君也是啦 工具不灵光 就看到点就照暗 就照暗就对了 按着转了两次 这样 就开到了那个 那条meridian了 OK 有工具的呢 就要学习测出 它比较弱的meridian 做同学下课之后 你再去找工具 像连天这样的师傅 这样 我们联想 叫我们买那种 dumbbell 它就更标准 这样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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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天你不要浪费时间 就全部都照样 这样子去做它 好 慧君也是 全部照样去开完它 这样子啦 嗯 要做几次呢 呃 转两次就可以了 一次 两次 好 来 每个点做了两次 还要 从头再做几次呢 没有啊 转了两次就可以了 每个点转两次就开了啦 啊 这样子啊 啊 这样子啊 啊 OK 秉轻你做完了好好 啊 秉轻请你报告一下你哪一个比较差哈 啊 开麦啊 应该是胃那边 啊 OK 胃那边比较差好 那么如果你的那个 那个 胃的 meregine 擦哈 饼拳啊 这样跟你刚刚的spinning chakra的位置 呃 一致吗 哦 一致 一致哦 意思就是说它chakra擦 同时它的胃经也比较差啦 对吗好 好 OK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中医奥妙刚好 它碰到是一致啦 好 然后我再问一问其他同学先哈 好 同学今天做这个 好 来 请莲香 报告你哪一个比较差哈 莲香啊 呃 大肠 大肠 大肠经比较差啦 跟膀胱 OK 大肠跟膀胱 比较 比较吃力的 比较吃力哈 那刚刚你在试试这个chakra的时候 会不会发现你的那个肾脂轮比较差 肾脂轮就是在于啊 肾脂器官和我们的肚脐症中央 有没有觉得那边比较差一点 有吗 暂时没有 暂时没 意思就是说你是在这个meregine check 就check到比较差 但是肾脂轮不大觉得啦 对吗 不大觉得 OK 好 也有这个现象的 谢玲呢 谢玲 你的仪器比较准 怎么样觉得 膀胱比较差 膀胱比较差 那如果膀胱的话 膀胱经比较差的话 那么刚才你spin chakra 好像一点 你spin chakra比较弱的是 下面三个chakra比较弱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当他出现这种不一致的步调 那怎么办呢 基本上来讲 我们就跟着meregine去做了他 那么spin chakra什么成绩 就跟着他跑就对了的了 好 这些是你中西 都拿你 你都拿你 你都并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可以依赖的一些方法来的 来联屏报告一下 你的工具是正确的联屏 对 时候就比较下就是 这个骨骑跟中间的那个绳子器官中间 跟这个 那个是绳子轮还有呢 对 跟 总之是底下的两点 就非常的弱 OK 绳不起了 OK 后面那点 这样跟你的那个 那个chakra一致不一致 一致的 一致 OK 刚好就一致了 好 看到吗 同学 这个就是你可以去做测试的 所以呢 刚刚他方法容易 就这样子转就可以开 或者你可以用flashing的方式都可以 好 OK 好 那么呢 就看到你那个感觉比较有 像师傅 我flash完 哇 我打坐很爽的 所以啊 我通常比较喜欢用flashing 我们有少数同学啊 喜欢按着来转 他一按着转完 哇 他打坐就很爽 所以一定要你自己去试过 才知道的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堂课嘛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 那下一次 我看下一次今天最后一堂课嘛 我们还有两堂课结束 对不对 同学 是吗 对对对 对不对 进座课还有两堂结束 对不对 我是这样讲对吗 是不是 好像是一堂啊 师傅 不不 两堂 两堂 所以下次我给你们见吃面 还有再一次面 就是做细题了嘛 对不对 是啦 两堂嘛 因为你们总共上了七堂嘛 哦 这样的锅啊 我看下鲜啦 OK 进锅入门了 对了 还有两堂结束 还有两堂结束 那随便的话 我们下个礼拜会再见面的 好 OK 那如果是这样情况底下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现在 就可以根据 OK 同学是这样 同学因为你的工具不灵光 OK 那么呢 请你下一堂课找灵光的工具 下一堂课 最后一堂课 我教你们测试食物 食物也可以拿来测试的 药也可以拿来测试的 所以呢 如果当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该吃不该吃 有时中医又讲一套 西医又讲一套 不知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们的能量测试可以拿来测食物 那么师傅希望下一堂课 大家有找到正确的工具 这样你才可以test得到的 好 OK 好 那今天要做什么东西呢 首先第一 同学刚刚那个spinning chakra 因为你如果你的工具不灵光的话 请你把所有的chakra都spin一次 OK 你就选spinning chakra 就选spinning chakra 那么呢 如果你不要spinning chakra的话 你就根据 待会儿师傅给你们的图 就用转那个警罩点的方式 然后呢 就开始打坐了 那么那些同学 因为你已经工具正确 你就只做比较弱的 做了 就可以马上打坐 那么那些工具比较差的呢 要么就选spinning chakra 要么就选警罩点 做完就可以马上打坐了 来 同学 你们可以现在就开始了 如果同学你长期都有用这个能量运动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性 你就是特别喜欢要spin你的顶轮 你就可以spin这样子了 不过同学 因为你在做试验 你就根据今天的能量测试 来做 然后就打坐 看看效果 对不对 好 同学 你忙完之后 就可以开始 禅修了 直到叫你为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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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